来源观察者网 中兴社10月12日报道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12日在华盛顿表示 中国解决了8亿人口的贫困问题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中国的扶贫经验是德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金庸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17年秋季年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场 中国使8亿人口脱离贫困 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40%降到目前的不到10% 中国做出了绝大部分贡献 当地时间10月12日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17年秋季年会上表示 中国解决了8亿人口的贫困问题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中国的扶贫经验是德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中心设计者邓敏社 金庸表示 世界银行目前正与中国在多方面展开密切合作 如努力确保偏远地区民众能够获得社会服务和医疗保障 他说 我们正在对医保体系进行试点改革项目 如果成功将会给整个医保体系带来重要变化 有助于整体改善结果 金庸称 世界银行不仅帮助中国发展 同时也从中国吸取相关经验 中国使8亿人口脱贫 这值得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借鉴 他还表示世界赢 杭正在与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合作 探讨解决非洲国家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在谈及中国经济前景时 金庸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 他说 中国很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 中国正在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 向以服务和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实行鼓励中国继续保持这一态势 即从快速增长转向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行长金庸中心设计者 刘正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也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 有鉴于中国财政政策的支持 IMF看好2017年中国经济前景 他同时表示 IMF欢迎中国央行采取的控制信贷增长的措施 继续推进相关措施 对于控制金融风险来说很有必要 根据两天前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IMF分别上调中国经明两年的经济增速 这已经是该组织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预期